一直飞来飞去 全身的羽毛都被靠烧光快死了 因为他这种奉献的力量 感动了天神的力量 而降下雨 到现在那个地方永远都不会下雨 所以他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佛 这个说法就是为了圆满慈悲心 你一定要有消除我直的空性 这个空性 佛陀用他的生命去展现空性 断头流血奉献 如果一个人修慈悲心 他还想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很会讲课 我很会读经 我很会打坐 我的出身很高贵 这有时候很可怕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种分别心 这样你就会 你把你的分别心大过于慈悲心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就像天主教在做弥撒 基督教在做祈祷 那个时候你最好跟他们一起念 那至少随顺他们的声音 千万不要说我念的跟你不一样 或甚至我佛教的咒语经典会比你好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法治 这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要把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为了培养你的空性 菩提心 而不是说哪一个法门比较高 哪一个法门比较低 我发现现在佛教有这个最大的问题 当你认为你的法门 你的教派 你的师父 比别人好的时候 你已经中毒了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只有分高低的分而已 所以佛教最主要的修行是转化 就是转念 他们在打麻将赌博 你可以转化他们 你要让他们去 他们在做的事情 变成是在做佛教的事 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把它 把不清净转为清净 因为你要有这个悲心 去帮助他们 所以各位要 如果你愿意修佛教 愿意成佛 那你必须要 分分秒秒 都用慈悲心在生活 他们在shopping 等于他们在修行 他们在烫头发 也在修行 他们在喝酒 也在修行 先不要批评 先跟他们结缘 因为这些境界 都是让你成佛的祝缘 哪一天 你如果这样一直慈悲下去 你成佛了 那地域都可以让你转化为净土 世间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就像各位 走到那里都会看到 挂着五色风马旗 这就是一种转化 地水火风本来不清净的 意识本来也是不清净的 但是都可以转化为五方佛的净土 五种智慧的圆满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去 就像我坐飞机 每次到任何地方 到波士顿 就会看到很多大楼 我们就会念一个咒 这叫我们汉传很重要的咒 这叫我们汉传很重要的咒 就是把所有大楼都转化为一间一间的净土 然后呢 所有罪业通通消除 所有的世间都变成净土 那你要负责转化 最后简单的说 你认识佛陀 如何转化 每一个爱你恨你伤害你的都变佛陀 这个才叫修行 你很尊敬你的上师 千万不要说 我的上师最好其他都不好 你又中毒了 是每一个人 都是你心中的上师 要去供养他 去学习他的优点 要真的这么做 不能做假的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我喜欢我的上师 对其他人都看不起 这个叫傲慢的毒 他得不到佛教的经碎 是所有不清净的都变成佛 所有不干净的地方都变成净土 这是你心里该有的责任 所以 这个是地球 站在解脱道说 地球是不清净的变化无常 站在大乘佛教 地球就是净土 要把地球转为净土 所以我们要行动去努力 这才是重点 最后留几分钟 各位有问题吗 可以问 谢谢 这位的海涛法师 我每天在follow你的YouTube 在做诗时 我想请问一下 有的时候 因为你那里面讲说 要八点以前 所以是台湾的八点 还是这里的八点 诗时部分时间 早上 早上诗时 没有 诗时是二十小时都可以 他那边有写 没有 那是八关灾界吧 不是诗时 我可以秀给你看 那不是我写的 这边晚上 那边白天 那边白天 这边晚上 反正任何时间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那是我们的悲心 而不是他们的时间 只是说 透过那个时间 你比较容易记得 这样 但是念佛 诵经 词咒 任何修行 都不离开 都是平等的 感谢 Thank you 那法师 我第一次来参加 我想问你 我最近 我做 帮很多人 我有点 感觉很疲倦 我今年 已经有帮了三个 庄里 就是有人死亡了 去年也有一个妈妈 她往生 她没有钱 就留下来 五岁的小孩 我后来 我一直帮她 五年了 后来她没有钱 我就付款 来帮她 装一个 但是最近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很疲倦 因为不停的 太多人需要帮忙 那我怎么样 解脱我自己的 痛苦呢 因为 我刚才有说过 我们要去帮别人 要有 全然奉献的精神 你不能有一个 我还在痛苦 所以我们必须 透过舍掉自己的 包括生命 才可以消除这个 我子 生命是我的财产 是我的时间 是我的 那个时候你才叫空性 很多人都认为 我读了中观 修了大圆满 大手印 就有空性 啪 那一下 它就没空性 叫它钱来给我用 它就没空性了 所以 你要修空性 它必须有 就像你这个挣扎 你只要坚持下去 坚持帮 帮是我们的生命 然后痛苦 就让它过去吧 还是会痛苦 痛苦到不会痛 叫正的 罚人 正的 终于什么叫空性 所以佛陀经常说 他用他的眼睛 割他的屁股 这些来正空性的 现代人是用看经典 来正空性的 那差就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 你帮三个还不够 你要帮三四个 三百个 然后这辈子帮不完 没关系 帮三亿个都没关系 这个地球光人就有七十亿个 那你要 你要告诉自己 我的愿不会退 一定要这样发愿 菩萨道 虽然我们是凡夫 一只小蚂蚁 但是这个愿 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所以 任何人要用这个愿 来撑住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会发觉 当你完全舍掉的时候 你就拥有一切 所以 继续努力 好 感谢 阿弥陀佛 真敬的海涛法师 真的很荣幸 今天能见到您 我呢 就是 能够 归一佛门 真的是由于海涛法师 就是不到什么 淫源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就 随便的 看那个 YouTube 然后砰 海涛法师的 这个 讲座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 哎呀 太慈悲了 然后我就觉得 讲的内容 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有道理 我觉得 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然后 等到 七月底的时候 我自己就跑到 这个 千佛寺 然后归异了 佛门 所以我觉得 非常荣幸 那我今天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 我和我先生 那我先生 他妈妈呢 是医生 然后 他妈妈爸爸 就公公婆婆吧 都已经是90 一个90 94 一个92了 然后呢 因为他们 以前就是在大陆嘛 然后就文革的时候呢 我先生出生 然后半岁的时候 就把他给丢掉了 就是丢到农村去了 然后因为他也带不了嘛 就关系 跟妈妈关系很不好 然后 刚开始还有来往 后来的时候 就不怎么来往了 然后我去年 因为归于佛门之后 我觉得 家里的这两个菩萨嘛 我爸爸妈妈都已经 往生了 所以 这样 然后公公婆婆 因为还健在嘛 我就觉得 现在就是 我去年请了一个地藏经 我地藏菩萨回来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 在祷告 就是说 希望我先生和妈妈 爸爸的关系 能够和好 然后 我希望还能有机会 就是回去 回国 我们出来 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嘛 那爸爸妈妈 他这么大年龄了 我觉得 很担心 他就任何时候 都会走掉 可是我们跟他的关系 还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我先生 那我就想 我怎么做 我已经 半年多了 还是没有转变 怎么办呢 好 记住我一句话 只有悲心 信心 千万不要担心 你做 你该做 你先生 做 你 他该做 他跟他的缘分 你不要去改变 你先生 你唯一能做的身份 你是他的媳妇 所以 我尽我的力量 为他们 做修行 回向 这样就好 他们一定会 得到 乃至有机会 回国 你可以好好的去 告诉他们 我是你们孝顺的媳妇 我来孝顺你 我来对你好 哪怕是十分钟 他都感受到快乐 但是心里 还是接受你先生 跟他们的因果 当然 你所做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你先生 愿他 哪一天 慢慢会对他父母 有好感 这样而已 所以 也不是光 回向他 当愿天下 所有子女 都孝顺父母 但是你把你那一份 做好就好了 但是不要 刚刚讲的 我担心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这样 这个都是伤害 佛性的 所以 任何 不相信 担心 放不下 感觉到很烦 这些情绪 要趕快把它过去 赶快一秒钟 就让它过去 只有一个 相信 悲心 我是为了 成佛而存在 而且耐得起 孤独 并不要别人 认同你的想法 当然 你的想法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你就不要管别人了 所以也不要活在 别人的眼睛里面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自己 佛法 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改变 对方 但是佛的力量 永远在帮助对方 所以哪一天 你成佛了 那 这些因缘 都可以具足了 那现在是 透过别人的 不认同也好 别人的 漠不关心也好 增加你的信心 所以我刚刚讲的 要耐得起孤独 所以 你要别人来认可你 那你还有一个 执着希望 就像我唱歌 希望有人听 那不行 我穿衣服 希望有人看 那这样 你还活在一种 虚伪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 我都给打破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想 如果你这样去做 你的先生一定被你感动 时间的问题 但是不能说 我对你那么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好 你就继续对他下去就好了 你不能有所回馈 这样就可以把你这个 我要我不要消除掉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圆满慈悲 有这个我值 没有空性 你就没办法圆满慈悲 所以空性是保护慈悲的 空性不是佛教的目的 这点要记住 慈悲才是佛教的目的 但是你要圆满慈悲 没有空性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那自己起分别心 怎么办怎么办 那就是 又离开了这个 空性 所以藏传佛教讲三昧夜戒 什么叫三昧夜戒 离开空性就犯戒 但是慈悲是基本的 但是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 为了 就忘了慈悲心 每天在研究空性 研究三昧夜戒 但是它基本的又伤害到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继续孝顺下去 默默地做 这样就好了 好 谢谢你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 非常很不好 请问可以再一次说 这个mantra 比如说 他告诉我 飞机